好了, 来到第二场的赛事, 四班跑1200 刚才第一场有提到上一次2月13日那天的谷比 放在前面放头的马, 好像都挺好处 有8只马都可以回到3级 但是想补充一点, 可能你拿胆 又或者你买着WINPAY, 可能球赚稳一点 是不是放在前面放好一点呢? 那晚就是了, 但其实今年的谷比全部都可以追下 未知要是清一色, 沿途头三或头四就回来了 想打回来就不是滑头, 你又滑头也行 只不过我把报道就是上一次2月13日那晚 放头就开过了暴触 但其实今季早点的次数的B跑道 谷比是有得追下的 所以那个跑道, 基本上是比较平均一些的 而今场第二场的赛事 我选了七号码示威人 虽然这个排档是12档 但其实你看到这一组码, 真正正快脚又不算很多 这只华美公主应该是够快的 但他不是有子弹速度 其余呢, 以往可能会快一点点 他自有无敌 但近将也不算很有前速 放在头上 另外呢, 旋风腿那些 只不过是跟前一点的马尼 大罪会啊, 八进啊, 金碧不容 这只小威人呢 他曾经在视线里面 都未必一定要留得这么厚的嘛 是不是可以尽量在12档上铲起来放的呢 或者是拍给公主那里呢 所以呢, 我觉得他有个变数在 如果排下去可能难一点 12档可能会做得到 那么刚才那个跑法呢 就是我想看他会不会变 但是如果计算上一场 如果他留着跑呢 手势是不错的 待会再说他的跑法 说回上一场 2月20日的赛事来的 这一晚的赛事呢 因为星期一、二的排位那两天呢 不停下雨 每个都说会不会影响了个场地 为什么星期三呢 一不下雨呢 就即是变得超纲快 放在前面的马呢 就相对着素 那这一场呢 前面试得清楚就先走掉了 先啦 步速就没主意好慢 后上马都有一瓶 但是如果他以一只猪出来算呢 他回来拍着里面有两两个 即是较后一点呢 他就追得不错 甚至乎呢 沿途比较省点的新威龙 和龙人扎声 在里面呢 回来小威龙呢 都只不过是输你半个身位 左右呢 其实这种组段呢 沿途居于比较厚点 和三叠位置的小威人呢 其实是 的确是 跑得挺好的 那 我猜他有没有改变跑法啦 那 要调一调啦 因为呢 今场呢 他会换到一些赔率 因为那个档位 滑美公主的4 加上近两仗的赛值呢 一定会很厉害 再加上 如果头上牛掌大哥 真的赢得出来呢 熱上加熱呢 那我宁愿拼一只小威人呢 可不可以 在这一组 比较弱点之下呢 他可以 可以 靠个 虚昏也好 或者能力呢 是走远一直 如果 拼得到 Vin 的话呢 更加会更好分些 所以呢 轻轻扭了头 那 华美公主 都不需要多说 那 近两场 又有个档位 那 他跑法主动呢 他都赢得很轻松的 前一次轻松一点 上一次呢 小小就 被大运舞台 五班升上来 都攻击得他挺重要的 就是威胁到他 应该这么说 那 后面那些呢 难追的了 状元才 等他翻千世 昨天都拍得很好的 所以呢 上一场呢 都有一些天噪地设的情况 如果上一次清福 如果是放的 就顶着他 是不是真的会 win呢 所以呢 这次他真是全热门的话 我回到做第二选 第三选 三密棋城区 在这个神聪击我里面 你见到有一点点在那 为什么呢 其实呢 我们想告诉大家 他曾经是上个重发里面 操练的 虽然他就好像比较疏落 一月中的时候呢 曾经是停过的 我们呢 拉下一点 都会看到 他一月十七打后呢 缺了过十一日隔 之后呢 就想重发啦 这次选择他 原因呢 就是他 他 那些人都不会太好 这个组码 我觉得都是水的 另外呢 就是他有一些缩程 赚少级数 同库码呢 他在香港都可以应付到骨草的 我们看看血统减平 當然最厲害的那隻Sharon 當然是這個一步步有的 但其實在同庫馬 在香港都有應付到菊草 例如高班D的君哥 剛剛拼得差點贏 即是理想回報 甚至乎盈酒杯 都是方家拍馬房的 都可以應付到菊草 瞧瞧瞧瞧瞧有個內蕩 就要靠小後上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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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四選 我就在楊明亮亮和十一號碼 超好玩選擇 可以把這個超好玩拉上來 例如告訴你我排第五選 但相比之下 超好玩上一次 都是在菊草一千米 比較弱的組別 證明了這兩場的菊草 這隻超好玩在後上好像比較好 前一次手波斯 反而一滴都沒有 但兩組來看 像楊明亮亮的千二怪諾 菊草的水準 比起超好玩會好些 所以就要回他 在第二場選擇裡 選擇7號小威人 4號華美公主 3號起勝區 和8號楊明亮亮